美丽的少妇被吊在半空打球前,浑身打满绳结,男人饶有兴致地欣赏着自己的艺术佳作。 她是个惯犯,最喜欢抢别人的老婆。 接下来,她要和女人做一次周末夫妻。 女人名叫小美,她本来趁着周五想和丈夫好好交流一下感情。 谁知三分钟过后,一个神秘男人悄悄闯了进来,小美直接被制服,绑在了房梁上。 神秘男还贴心地给她摆了个经济独立的姿势,防止她太过劳累。 小美的丈夫小帅也被打了一顿拖到浴室,神秘男娴熟地用麻绳将她捆住,一边干活还一边问她知不知道睡眠不多手段。 小帅不清楚,但这个名字听着就很吓人的样子。 为了活命,她不断求饶,神秘男越来越不耐烦,直接拿起把钳子烧热,直直逼向小帅的手指。 随后,浴室传来小帅的惨叫。 小美听得心惊胆战,拼命挣脱着想去救她。 却发现,这绳结出奇的牢固,神秘男把小帅也捆成了粽子。 她像个男主人一样走进卧室翻床头柜。 这里简直是一个白宝箱,各种小玩意儿应有尽有。 看来夫妻俩平时爱好不少,神秘男把小帅的手指摆到小美面前威胁她。 如果她不顺从自己,那么小帅剩下的九根手指都将保不住。 但如果她能给自己想要的,她和丈夫就都能活命。 她解开小美嘴巴上的布条,小美问她想要什么,男人回答,我要你爱上我,把我当作你的丈夫对待。 小美万般不愿,但是为了丈夫,她只能喊泪答应,乖乖地来到房间,像个贤妻良母一样整理房间。 还换下了刚刚和丈夫奋斗过的床单,天色晚了,该睡觉了。 神秘男把小美赶到浴室,让她洗洗干净。 小帅看着亲密的两人,气得满脸通红,大吼着咒骂男人。 神秘男心里全是胜利的喜悦。 随后,小美乖乖地躺在床上,她手脚背拂,等着接受狂风暴雨。 然而直到深夜,神秘男也没有那个意思。 小美忍不住问她,为何要选中自己。 男人只是轻声说道, 你应该睡会儿,我们还要度过一个很精彩的周末,接下来的两天,我会做一个完美的丈夫。 说完,她便做起了美梦。 第二天一早,神秘男像男主人一样刷牙洗脸,然后叫醒自己的老婆,先保湿地拿出一捆麻绳。 小美哀求道,自己不会逃跑。 男人还是不放心,熟练地为她打上绳结。 小美灵机一动,求她给自己一件外套避免着凉。 她趁着拿外套的间隙,偷偷在衣柜拿出一根领带,试图勒死神秘男。 然而她这点小伎俩,却被男人一眼看穿。 领带被吸到了小美脖子上。 面对神秘男的死亡威胁,她连连求饶,再也不敢轻举妄动。 神秘男开始打扮起来,她穿上小帅的衬衫,又让小美帮自己系上领带。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她非常满意。 这下,她们真的像一对模范夫妻了吧。 按照正常的生活模式,这个时间,她们该吃早饭了。 神秘男和她一起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,还贴心地喂给她吃。 饭后,神秘男问起,小美和小帅通常会在周末做什么? 小美没有一点兴致,让她自己决定。 神秘男像抽了风一样,立刻牵着小美,哼着歌,跳着舞。 一步一旋转,来到了小帅面前。 小帅大声怒吼,她已经感觉到自己头上的青青草原了。 小美赶忙解释说,昨晚什么都没发生。 看着水不断往小帅身上滴,小美很是心疼。 她祈求神秘男关掉水管。 神秘男点头同意,但这也是有条件的。 女人在歹徒的注视下,顺从地跪在地上,流出了耻辱的泪水。 纯白触底,白色的玉帘,半遮半眼。 女人的丈夫就在旁边看着,她气得抓狂,却因为手脚被俘,只能无能狂怒。 小帅的吼叫声彻底破坏了氛围。 神秘男气得打了小帅一巴掌。 回到房间,神秘男不停询问他们的家庭状况。 小帅的职业以及人际关系。 她注意到桌上还有一张小女孩的照片,旁边还有一个骨灰盒。 这难道是他们的女儿吗? 小美不愿提起伤心事。 他们的女儿在一次意外中出了车祸。 小美为此非常自责。 神秘男问她,难道你以为是你自己的责任吗? 你的丈夫当时在哪儿,你知道吗? 小美没有在意。 小帅经常几天几夜不着家,她是知道的。 柜子里有小帅珍藏的黑色紧身衣。 神秘男拿出来逼小美穿上,自己则在一边拿着相机疯狂拍照。 心里洋洋自得。 小帅得不到的,她都得到了。 小美趁她不注意,一路跑到了浴室,迅速把门反锁。 小帅这个无脑男,不先让他帮自己解绳子,反而让他先去打电话报警。 殊不知,小美一个弱女子怎么都得过壮汉。 几秒功夫,神秘男就撞破了门,冲进浴室带走了小美,把她关在了卧室。 随后,她拿着钳子又伸向了小帅的门牙。 惨叫声过后,神秘男拿出一颗牙齿逼小美吞下,这是她逃跑的惩罚。 小美强忍着心里的恶心,含泪接受。 下一秒,神秘男又变得含情默默,温柔地对小美说,我不想伤害你,我只想让你爱上我。 她又警告道,如果周末之前小美再逃跑,她将付出更惨痛的代价。 安顿好小美,神秘男又来到了另一个房间,她查看了小帅的手机,发现她早就和一个女人不清不楚了。 她还在录像带里发现了小帅殴打小美的视频。 原来小帅不但外面有人,还喜欢动粗。 神秘男看不惯这种男人,她怒火中烧,拿起相框上的碎玻璃,就往小帅身上划去。 撒完了气,她又自然地回到房间,规规矩矩地安然入睡,这让小美非常疑惑。 这个男人大费周征,绑了别人家的漂亮老婆,却不结财,也不结色。 只是和她扮演普通夫妻,洗洗脚,揉揉肩,唱唱歌,跳跳舞,这实在太匪夷所思了。 第二天一早,趁着神秘男做饭,小美偷偷跑去浴室救小帅。 谁知小帅见到她的第一眼,不是关心她的安危,而是关心她的清白。 小美还没解释,就听到了响动,她迅速跑回床上,本以为神秘男会生气,没想到她却给小美断来了一桌丰盛的早餐。 小美有些感动,要知道小帅平时对她不是打就是骂,她还是第一次被男人照顾。 但坏人毕竟是坏人,这个念头只在小美脑海中停了几秒。 她顺手拿起一把小刀藏在屁股底下。 吃饭时,神秘男又问起了她女儿的事情,小美回忆起来心如刀割。 女儿去世的时候,她对一切都失去了希望,甚至痛恨上帝。 然而小帅却一眼都没有去看过女儿,也没注意到小美的伤心。 小美一想起这件事便很生气,她愤然离席,刀子也顺时被带到地上。 空气有一瞬间的安静,本以为自己即将被处置。 小美一阵站立,然而神秘男并没有生气,还担心小美受伤,又去给她煮了咖啡。 小美趁机跑到厨房,拿了一瓶滴滴微藏到衣服里,然后迅速归位,看不出一点破绽。 男人又贴心地给她修脚,按摩,简直太贴心了。 一觉醒来,神秘男已经在准备今晚的晚饭,小美自告奋勇去帮忙打下手,想放松她的警惕。 浴室里的小帅又气又狠,自己吃喝拉撒都在浴缸里。 小美却在和别的男人逍遥快活,这顶清清草原帽真是油光赠亮。 为了今晚的烛光晚餐,小美和沈秘男都盛装打扮了一番。 沈秘男煎牛排的间隙,小美偷偷把毒药倒进了沈秘男的杯子。 随后她殷勤地劝沈秘男喝酒,为自己的计划沾沾自喜。 然而这一切早就被沈秘男看在眼里,她借口先吃饭,半点都没有动酒杯。 随后,两人在浪漫的烛光下,跳起了华尔滋。 沈秘男故意把酒杯碰倒,小美的计划泡汤只能继续演戏。 夜里,沈秘男告诉小美,他们曾经见过还聊过天。 她对小美一见钟情,然而小美一点都不记得。 转眼就到了周一的清晨,沈秘男果然信守承诺,背着包离开了。 她还给小美留下了一桌早餐和留言。 小美迷迷糊糊醒来,自然地喝着果汁。 看到留言后,她立刻跑去救小帅。 小帅被关了两天,身心俱疲。 她非常激动,小美帮她解绳子时,她还在大吼大叫。 小美细心地帮她包扎好伤口。 可正当两人感到庆幸时,小帅却突然变了脸。 她看到小美浓妆艳抹,愤怒不已。 原来在我受苦的时候,你还打扮得这么漂亮,讨仇人欢心。 她更加认定两人,不只是吃了几顿饭这么简单,说着还动起手来。 小美哭着解释,自己表现出顺从的样子,只是为了保护她。 小帅这才冷静下来,她不断给小美道歉。 然而,当她看到房间里神秘男的留言时,又彻底爆发了。 头上的绿光挡也挡不住。 她再也不相信小美的话,追着小美就开始打。 小美心里害怕躲到了楼下。 小帅又跑到了女儿房间,把她的遗物全部砸碎。 小美心痛不已,上去和她理论,为她狠狠打了一巴掌。 她赶忙逃跑,但是门窗已经被锁住。 小美躲到桌子底下,还是被抓住了。 又一顿拳打脚踢之后,小帅又变了脸,开始给小美道歉。 把她逼到墙角祈求原谅。 小美不堪忍受她的反反复复,一招猴子偷逃把她打翻在地。 这时,小帅的手机响了。 鬼使神拆下,她走过去打开手机,却发现小帅和别的女人拉扯不清。 他们一直在偷偷约会,那个女人这次甚至还发来了一张X光照片。 他们有了孩子,小美愤怒不已,准备找小帅算账,却发现那个女人已经上门了。 她竟然还有自己家的钥匙。 女人担心小帅的安危,打开门就冲了进来。 这样看来,他们才是抗力情深。 小美冷冷地看着他们,淡定地回房间换衣服。 这时,屋外的小帅已经清醒,她又对女人拳打脚踢。 小美本来已经走到了门口,但想到自己以前受得种种屈辱,积攒已久的怒气终于爆发。 她拿起个狼头,直接解决了小帅,干净利落。 女人吓得接连颤抖,他们恐怕要坐牢了。 小美淡定地说,周五晚上家里来了劫匪,是劫匪害死了小帅。 而另一边,神秘男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大本营。 她身后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钥匙。 一个少妇前来配钥匙,登记完信息,神秘男接过女人递来的钥匙。 目不转睛地盯着她,这将是她的下一个目标。